出現海洋文化 最初很害怕自己和這個地方脫離得很厲害 感覺像是心水埗中間 你做展覽嗎 還要是比較偏向於想做與設計有關的展覽 好像有點離地 開始是很想嘗試做一些與這裏的社區有關係的事情 當時也挺硬的 但我真的不太做得到 在我們整個操作的平日 其實已經是與這裏的計論社這裏的社區完全聯繫了 如果我硬要說這個社區的話 我好像是很特殊的 然後我要融合在這裏 反而我自己想做些什麼 我想說回我想說的事情 而不是說我們賣幾十萬一隻sculture 有時候我們做了這堆展覽的時候 去聯繫到一些本身不會過來這裏的人 而他們通過這種模式 發現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反而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譬如他們會願意停留在這裏做些事 又或者甚至他們覺得這裏 完全跟他們的想像不同 因為大家對深水埗的想像 這些都是屈窮、亂、很多藍阿裔的人 很多犯罪的東西在這裏 最不好的東西就是深水埗的 但他們來到的時候發現 不是 反而有一些是我們跟這個社區有些聯繫的 例如銘和電機的展覽 我們裏面有一些延伸品做出來的 那些延伸品其實都在這裏的街坊幫忙做出來 譬如那個圍裙就是 這裏街頭原本有一間 叫做展覽廠 它幫忙聯繫一些JJ幫我們射出來的 那個收納外都是一樣 變成是通過這些東西我們都聯繫 做了18個展覽 最有趣的地方是 全部展覽都是新的 不是某某某藝人做了一堆東西 然後帶過來就算數 每次都有一個新的策展理念 我自己最深印象就是 兩個是本地的 有一個就是設計時代 另外一個就是 Wed School的七空流血 兩個都是相當屬地 亦都是人流最多的 設計時代說 我們不是做一個設計師的展覽 而是借設計師 即是橫跨了90年來 去到現在 他都仍在做流行文化相關的東西 那借他的設計 借他的電影開副設計 唱片 所有的設計 回應回那個時代 去講回一個時代出來 另外七空流血 可能是真的 借本地的電影題材 去講生和死 那這個又是另一個層次 甚至乎我們有個小sharing 講死亡的一件事 大家坐在一起就說 大家有沒有想過死 死應該要怎樣做 那我想這些題材 都是在現在現有的 那個文化產業的結構裡面 是跳了一點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 其實你說香港沒有這個需求 或者沒有這種觀眾 其實不是 反而是很多 只是沒有人去搞 那時候 我合社天人昨晚的討論 有一句 不要輸給世界的常識 因為開設的時候 這間沒有東西的 全部都是皮 有一間咖啡店 有賣皮的 大部分都有 好像他們本身已經跟這裡 都有些關係 但是一開始 一開始 在這裡的時候 在這裡做展覽 在這裡做 在這裡做 在這裡賣書 賣瓜 好像跟常識完全脫離了 但是偏偏 如果你覺得這個是常識 你覺得那裡永遠都不適合 不是那樣東西的話 就完全沒有人走第一步 香港的常識 已經不是常識 就是完全脫離了 一般的common sense 所以 為什麼我還要用香港的common sense 去思考 為什麼不可以跳一邊呢 對單位 每個時候 都看又可以跳一邊 我們就會曾經 莫眼神 不可以跳一邊 有些縁 有些縁 會心中 有些縁